《生活之道》 歡迎大家收看 由息息源文化委員會 舉辦《生活之道》一系列的文化講座 我們希望透過這次的講座 讓大家更加了解 道教和中華傳統的文化 今次《生活之道》的講座 目的就是要普及道教的文化 希望各位觀眾一種啟示 在《生活之上》 如何應用傳統文化的智慧 我很高興這一集邀請到 中原集團主席施永青先生 他今次分享的主題是 《絕學無憂,談自然學習法》 講解對學習方法的個人體驗和見解 施先生在裏面提到 我們不要死讀書 更加要多接觸外在的世界 勇於面對解決問題 這一點我都十分贊成 現在我僅代表《息息源》感謝施先生 在白亡之中抽時間 為我們分量他對生活之道的看法 大家希望能有所得著 多謝各位支持 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看由 《息息源》文化委員會主辦的 《生活之道》系列講座 我們希望透過這個文化系列講座 可以帶給觀眾多些不同的 中國傳統文化的智慧 而今次這個系列 我們請到不同界別的名家 和我們分享他的生活之道 今天非常榮幸 請到中原集團主席施永青先生 和我們分享 多謝你的師生 師先生 我們大家都經常聽見你講 無謂而至的管理方式 曾經聽你說過關於 《絕學無憂》的想法 《絕學無憂》是甚麼 我並不太熟悉 可不可以請你跟我們講一下 你們想我講一下生活之道 生活有很多範疇 我選擇了學習這方面 因為人一生都在不斷地學習 如何令學習取得成效 是影響我們一生的 所以我今次講的生活之道 就是以學習為終身 我借了《老子道德經》裡面其中一句說話 叫做《絕學無憂》 作為我們今次的題目 《絕學無憂》 我選擇這個題目 就是因為我認為他夠刺激性 因為他說不學也不用怕 我想很多家長聽到覺得很神奇 都很害怕 教小朋友絕學無憂 怎樣無憂法呢 父母就很憂 兒子可能掛著玩就從此無憂 其實玩也學到很多東西 因為他跟一般人的想法不同 因為老子有一句說話叫做正言若反 正確的 從正面去說的話 好像說反話一樣 正言就是言語的言 正言若反 好像反轉 所以這句說話其實是正言 不過你以為是說反話 因為這個世界其實真正的知識是怎樣 我稍後會講一下 一般人說老子都是引經據典 別人以前什麼名家怎樣分析 怎樣去研究他的學說 越能夠引古籍 你就好像說得越有道理 我不是這個角度 我就是根據老子說 道法自然 道法就是效法 道就是根據自然的運作 效法自然的運作 其實是自然運作的模式 總結出來的道理就是道 所以我說絕學無憂 就沒有誰以前曾經怎樣解釋過 我自己的體會 為什麼絕學無憂呢 基礎是我們已經擁有很多知識 不學都懂很多 怎樣去解釋這件事呢 我就用一個比較簡單的例子 讓大家去明白 我舉個道理就是 牛吃了草 他就懂得把草 變成牛奶 對 吃了草 消化了 合成 變成全新的東西 對 牛未讀過化學 物理 都不知道草的成份 又如何把它解釋成為不同的 這麼有營養的奶 不知道做牛奶做牛肉都可以 所以他如果對一些科學知識都不掌握的話 他就憑什麼把草變牛奶變牛肉呢 所以我認為牛是一樣懂很多東西的 不過懂的方法是不同我們腦裏 書本裏面的知識 這種知識叫做肉體知識 我們的肉體都掌握很多知識 我們的肉體的知識 是多於腦裏面學回來的知識 即是多於後天學習的 是的 這些知識其實在我們DNA的密碼裏面 已經有了 即是我們在生活過程中 即是人類這麼多千萬年 不只計類人員開始 生物再早一點的時期 開始已經在自然界掌握了很多知識 我這些知識其實是用生命代價學回來的 去到最簡單的層面 其實生物都是某一種傾向性下 作了一些選擇而形成的知識 例如AMOEBA 即是變形蟲 變形蟲 在溪水那裏生存 一個池仔在那裏生存 原來有一些化學元素 跟水結合了可能產生了一些酸性的液體 這些酸性的液體現在我們知道是會產生對生命物質一定的破壞性 當時的變形蟲裏面有一些變形蟲 聞到少少酸性物體 很棒 很好吃 就黏在一起 有些看到 很難受 就離開了 黏在一起 那些就死跪了 離開後就生存了 其實就是很簡單的一個選擇 選擇了它知道哪些東西不能去 哪些東西不能去 最初都是一些傾向性 造成有些可以生存 和你生存不下去 譬如我看過一些紀錄片 講亞馬遜河附近有一堆鷹母 那些鷹母就會 時不時去河床邊去吃泥 整堆飛去吃泥 即是那個品種是這樣去那裡吃泥 為什麼要吃泥呢 原來那個區的樹木生的果 裡面有一些毒素 那他發覺 不是他發覺他不懂 他的身體 他覺得這些泥好味 喜歡去吃 這些泥就有解毒作用 讓他吃了些果都不死 然後有一堆覺得這些泥不好味 就中毒死了 這樣做一下 這堆鷹母就養成了一個習慣 每一個時期就要來吃這個泥 有這種習慣的鷹母 在這個環境下生存下來 所以知識其實是很多這些經驗之中 他們慢慢就積累成一個相對複雜的知識 生物其實掌握的知識 是遠比現在科學家掌握的多 很重要的 我試過有一次去醫管局 跟一些人去說話 那個主持人跟我說 你認不認識那個醫生 他說他很厲害 他最厲害的 他最厲害的就是 將一些人變性 變性嗎 對 專門做變性 男變女 女變男都可以 做變性手術 做變性手術 我說 其實人做變性 不是真的這麼厲害 他最多變得他不男不女 他不是真的可以將男變女 變了都不懂生孩子 表面變得 表面變得 打一些賀爾蒙真給他 連外邊都會變得 但是他的生育能力未必有 但我說自然界 很多生物都會變性 有些生物一出生就相性 就是雌雄同體 雌雄同體 男生都有乳頭 證明以前都用過 可能退化了 是的 我知道有一些生物 會轉生 我小時候養魚 養孔雀魚 死亡 都出現過 當我捉魚回來 養了這個缸 譬如公的死亡 其中有一些 那些都會變公 會的嗎 會的 變成還可以生存 我小學就能觀察到 我告訴老師 老師說你懂什麼 亂說你不要宣揚 歪你給同事 怎麼會變 實際上 最後我再看其他的書 真的會變 有些工人還會假裝 他偷偷地和那些 本來被一隻強紅獨佔了一群癡 他不能過去交配 他就裝癡 然後去那裡受精 這個是識者生存 所以動物是懂很多東西 我認為身體掌握很多 我又試過養過那些魚 我試過養過那條甘魚 肚子越來越大 我以為牠懷孕 但我後來發覺牠沒有屁股 我這次死了 魚出事很多事 吃下去屁股不出就遲早死了 我這條魚明不久矣 我發現牠在肚子旁邊 出現了一個紅點 然後就潰揚 就吐了一個洞出來 吐了一個洞 在那裡可以 這個真是 我現在說明聽 人們都不相信 怎麼可以說 我這個身體就會自我調節 找到一些方法 療癒自己 最後讓牠多活幾個星期 我自己覺得 其實我們身體已經掌握了很多知識 全世界最傲秘的知識就是生命 沒錯 但身體可以製造生命 你說牠沒有知識 牠怎麼製造呢 所以其實我們的身體 掌握了很多知識 我們只要去換成這些知識 我們就可以懂得懂 希臘有一個哲學家 叫柏拉圖 他很早之前有這方面的體會 他說我們的知識其實是一種回憶 學習的過程是一個回憶 我小時候看 想來想去 怎麼回憶 你有可以回憶 出現過這樣的事才可以回憶 從來沒有做過 怎麼回憶 其實你這一輩子沒有做 你以前的祖先做過很多很多 做完做完就在DNA 在神經系統上 我們的知識不是 學就學到的 你以為學學學到嗎 你教一隻豬學 學不學到嗎 都未必都不行 人家怎麼教都教不懂他 你教一隻豬學物理可以嗎 講話都不懂 為什麼你又學識物理呢 是 豬仔都學不到東西 是 不是你學 就什麼都可以懂 你勤力一點 就懂 我們懂 是因為我們的腦系統 我們的神經系統 我們已經懂得語言 懂得邏輯 腦系統是一個網絡系統 這個點搭這個點 這個點 這個點 要經過這個點 才可以通到那裡 這個網絡系統是知識的基礎 我們以前 我們以前 在他單細胞動物時代 已經是 不斷地被外邊環境 刺激他的神經系統 達到這個網絡系統 這個語言系統 你才學得懂語言 你教一隻豬講英文 你永遠教不懂他 所以其實我們是有的 我們有才可以被其他東西 所以唸書 其實是 喚醒我們原有的知識的過程 那怎樣可以喚醒我們原有的知識呢 其實我們是 透過我們的五觀 五觀 什麼五觀呢 五種感覺 氣觀 五種感觀 眼 視覺 耳 聽覺 口 眉覺 鼻 臭覺 手腳 皮膚 觸覺 我們所有的知識 都是透過五觀 接觸客觀世界 得到的訊息而來 這些訊息就會刺激我們的腦系統 可能就打通了人督耳環 即你要刺激它才打通它 打通了之後 它就慢慢形成的知識系統 所以一定要讓它們有所接觸 和外在世界有所接觸 我們的知識 是來源於自然界 來源於社會 在生活過程中 接觸社會 接觸自然 慢慢有所觀察 了解它們之間的關係 規律 我們才掌握到知識 所以我們的知識 一定是從觀察自然社會而來 這個來源是讀天書 書分開是天書和人書 上學讀的就是人書 上學讀的是人寫出來的書 人寫出來的書是二手料 人家觀察自然觀察社會 總結出來的東西 紀錄下來寫出來 就變成一本書 讀人的書有什麼問題呢 那些人可能觀察錯誤 觀察錯誤還表達錯誤 理解錯誤 扭曲又扭曲 那些是真理 但我們學校教書 最多有先生說過 盡信書不如無書 我讀這麼久 書沒有的先生告訴我 這些是二手料 我後期才發現 這些是二手料 所以我告訴大家 讀書那些是二手料 二手料讀了之後 一定要跟真實世界比較 你讀了一些知識 如果以鄧小平的說法 要用實踐去檢驗真理 讀完人書就要去天書對照 知道哪些是對的 哪些是錯的 一個人不掌握這個能力 他是沒有能力獨立思考 我們經常聽說 要教年輕人獨立思考 你連這件事都是灌輸給他 怎會懂得獨立思考 你一定要告訴他 知識在自然界 在社會中來 不只是在書本中來 書本最大好處就是 將人家的社會實踐 人家的自然觀察 都寄下來給你參考 因為一個人人生有限 當然你沒有的經歷 看看別人的都有好處 所以我沒有否定讀書 但你要知道這些是 別人的觀察結果 不是一定符合的 你要自己去看 最後一個問題先生 我知道你有興趣看《道德經》 你最初是怎樣接觸到《道德經》 都很偶然機會 我一次參加《新界一日遊》 然後旅遊班到處兜 還有一頓飯吃 我記得當時去到青山宮 青蟲罐 現在還不知道是否在這裏 在這裏 青蟲罐 進去後 有個機子上有一幅書 寫著《非賣品》 《非賣品》 《非賣品》 我看過《道德經》 不過聽過這本書 知道是道教道家祖師爺的書 世界上很出名 我最初是接觸西洋的哲學師 我知道西方哲學家都講過《道德經》 我說正 放在書櫃裡不懂也裝作 什麼東西 爛了一本《道德經》 上去旅遊包 走著就打開來看看 道可道非常道 都不知道道什麼 都不知道說什麼 我就讀英文書院 不是那麼明白 古文 就蓋上去 放進書架 就算了 我有個習慣 都是很習慣 去廁所 一定拿一本書看看 有一次 趕上來 隨便拿一本 就丟進廁所 一打開 拿了這本 以前看過 不好看 不過去廁所 都要坐一會 不好看也要看看 那時候已經在工作 隨便掀一頁 掀到有一句 就叫做 民之難治 以其上之有為 人民為難管治 因為上面的人很有為 剛剛我公司 有些事出現 我認為其實 搞到這麼大件事 都是公司有為 管得太多 不管就沒事了 這個世界 社會又有法律 市場又有對手 消費者又有選擇 有些事情 不用我每次出手 最後就是 這句說話令我開了氣 所以 這本書又好些了 最後才比較認真 去看 雖然現在很多人叫我講道德經 老實說 我不是具具名 我只是 懂一些 你參透了多少 有多少 有多少就學多少 我看完才發現 原來中國很多傳統智慧 都在道德經歷 也不是真的這麼生怒 所以 我自己覺得 你有興趣 就掀一下 有哪句有印象 就看看 不明白那些 略過就可以了 不用認識 這個就很 扣到你是絕學無憂的 你完全是老子的想法 不用那麼多優惠 我們的知識 基本上肉體都有 沒錯 既有的 刺激一下它 換醒了 就用到 所以 都不用那麼單身 說 很難的 不懂的 師先生 你幾位公子千金 近年都開始接棒 都學有所成 但你是怎樣教他們學習的 他們當年是否像你那樣 當然我剛才說的 不是跟你說一套 跟子女說另一套 我都是用同樣的理念 教他們 不過我老婆 就跟我的小孩說 你千萬不要學你老爸 你老爸選的那條路 是魚崖邊的小路 不是康莊大道 走那條路 十個有九個跌下山 他死好命 娶著老婆王夫益子 所以 我也要承認 走我這條路 用我這個學習方式 是跟社會大多數人走那條路 是不一樣的 有些人會不適應的 但我認為走我這條路 接觸真知卓見的機會 多於 正在學校裏讀書館的書 考試 人既要在社會裏面 是值得我的兒女學習 但他選擇走路的時候 也可以參考一下他媽媽的意見 所以努力讀書之外 都可以去打轉移工 工作 多一些生活體驗 自然有別的方法 學到東西 今天非常感謝詩先生的分享 我真的學到很多東西 多謝大家 視頻